前IMF主席史特勞斯卡恩在紐約享樂 許多紐約客氣炸了 因法運給前IMF主席史特勞斯卡恩假釋特權 一半人在牢房裡被折磨 卡恩則被軟禁在一個月 五萬美金的催貝卡豪宅裡 法國人也有怨言 因他們認為卡恩是被設計的 這項指控以交習卡恩競選總統的野心 也摧毀了他的名聲及前途 但之前被告強暴的兩名紐約警察 最近被判無罪 想必卡恩的律師一定很有信心將他脫罪 至於此他們已把焦點轉移到指控卡恩的女人 對他做人身攻擊 想成為我們的動畫人物嗎 相關資訊請上臉書 更多地下賢富 尤其是 更多地下賢富 有關資訊 更多地下賢富 提供